好 那我们现在把刚才咱们要写的后端试读说完了 说完了之后呢 我们刚才说了 咱们给大家去补一下那个map那个函数吧 咱们要去把那个map函数给大家去补一下 咱们怎么去补那个map函数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我现在在这个工头里面再去写一个文件 比如说把它做到这mapdemo 在这里给大家去补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map函数呢 你是拿过来直接就能够去进行使用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怎么进行使用呢 比如说我现在呢 有一个这样的列表 有一个这个 看一下 应该是map函数 有这样的一个列表 列表1 然后呢你要注意在python当中的这个map函数的话 它跟这个gs里面呢稍稍有一点区别 我们刚才在去gs当中所说的那个map函数的时候呢 咱们说过了 实际上是不是只要有一个列表的变量进行操作 就可以了 对吧 只要有拿到一个列表 然后呢它就在列表的基础上 基础之上来给你进行操作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python当中这个map函数呢 它要去至少要去接收两个对应的参数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什么参数呢 第一个list1里面比如说123 比如说就是1234 然后呢列表当中还有第二个列表 比如说它就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它就是2345 有这样几个值 有这样几个值之后的话 然后我说了 我想让对这个两个列表当中的相对应位置的元素 进行这样的一个求和操作 那这种怎么办呢 就利用刚才我们说的map函数了 map函数还是那样的工作 它会从什么呢 从你列表 第一个列表当中取出来一个元素 再从你第二个列表当中取出元素 然后呢再去执行你所给它传的那个函数的行为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那map函数的第二个方式呢 你现在来看一下 它就有这样的提示 这个当中呢要求我们该去传的时候呢 第一个地方要去传入一个函数 然后呢第二个函数要去传的就是 相当于让它操作的那个列表是谁了 那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可以在外边给大家来进行定义 比如说这个函数的话我去定义一下 叫做什么呢 咱们就把它叫做add这个函数吧 那这个函数 我们在这里面一旦定义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这个函数呢是最终会被map定义调用 然后呢它会从我给它传的这两个列表当中呢 每次都拿出一个值 传到我给它传的函数当中来 所以我们这个函数当中是不是要接触两个值啊 对吧 比如说把它叫做number1 还有number2 number2 拿过来 然后呢拿过来之后的话 那我接下来我们这个函数呢 要有一个返回值 比如说返回值的话 就返回number1 加上number2 这是关键点 函数定义完成之后的话 我就把add函数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就会去调用map函数了 一旦调用map函数的话 那map函数呢 会把最终的结果给我返回回来 比如说我就把它叫做ret的返回值 然后呢那接下来咱们来去打印一下 ret的返回值 所以我让程序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相当于把这个两个列表当中 相对应的位置元素 调用我这个方法之后 我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其实就会作为最终的这个列表里面的元素 而存在的呀 能看到这么一遍是吧 1加2对应的是3 然后呢2加3对应的是5 3加4对应的是7 4加5对应的是9 它就相当于把这个列表里面的元素 相对应的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呢把函数的返回值 会作为一个新的列表里面的元素 而进行存在的 这是关于在p值当中去使用的map函数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map函数呢 它不仅仅 那个map函数呢 你看一下 它不仅仅只能够接收两个 那你说了 我再给它多传能不能行呢 再给它多传的话也是一样的 因为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你看它定义的时候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星啊 星是不是可传可传呀 所以刚才又说错 说了一个服务了 在哪呢 这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去传一个呀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看一下 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时候呢 说错了 我跟大家说的时候呢 是说map函数呢 要追了追了追了两个 但是实际上 我把这个函数的定义形式 直接点进来 你看一下 python官方定义的时候 这里面是接收的第一个参数 是函数 第二参数在不在序列吧 是那个列表 第三个参数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加了个星啊 星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是不是可传可不传呀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就相当于 我可以传两个 我也可不可以 只传一个呀 传三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也可以给它去传一个 比如说传一个的话 我定义一个什么函数呢 比如说叫做add self add self add self 然后呢 比如说要去接收一个number值 然后这个number值的话 我让它怎么操作呢 return 这个number 加 比如说就加一操作吧 比如说加二操作 这是关系这样的值 那我现在也可以去调用 map函数 map函数当中 我直接把add self 自身参加的东西函数传过来 然后呢把list1给你传过来 我是不是让大家只传一个参数啊 只传一个参数的时候呢 我们再进行调用一下 调用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能够进行操作的呀 所以这点呢跟这个ts里面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不仅能传一个 能传两个 还能够传多少个 你想传几个 是不是传几个呀 那只不过是说 你看一下 想传几个就传几个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要求吧 什么要求啊 我后面传了几个列表 我对应的这个函数里面 是不是就得接触几个参数啊 是不是得盯上呀 所以问题就在这点啊 所以呢再传三个的话 我不再给大家举例了 然后呢咱们再去说一下 说一下什么问题呢 如果说 我把这个地方给你注意一下 我还去保留这个地方 如果我给你传两个 它是两个当中 那如果这个元素的个数不固定呢 不相等呢 比如说一个列表当中是四个元素 一个列表当中是两个元素 那你说最终 我在自己拿到这个返回值的时候 里面有多少个 它的值应该是多少 那你说是四个的话 应该是哪四个值 应该是三五 然后呢 三四是吗 你说我默认是零 那我还说默认是负一呢 能不能行啊 可能吧 所以相当于 你刚才说最后呢 两个值是三四 是按照三加零 四加零进行调的 对吧 你认为它是零 那我还认为是负一呢 所以这时候相当于 这个值是未知的 既然是未知的 它也不会给你做决定 你现在看在哪 不是在这呢 是这个 看一下 number1 number2 然后呢 number1加number2 这个itmap 我看一下 它在哪报错 number1加number2 然后呢 int加那类型 你现在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给你进行 那类型的加插操作了 对吧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你会发现一个python2 跟python3 不一样的比较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去说 先把python2的地方先说完 因为刚才我说过了 你说是零 那它真的是按零吗 我还说负一呢 所以相当于这个地方 是未知的 未知的情况下 你看一下 在python2当中 是不是它是采用什么类型的加插 那类型的加插操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是需要重要的一点 但是呢 我给你换一下 在python3 当中我们要知道 python3 跟它是有区别的 python3 当中是有两个区别的 python3 python3 当中的话 我让你们 python3上面就不需要 编码的声明了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一眼 我们来去看一眼 现在呢 还是刚才那样特征吧 没有做任何改变 只不过是说 我现在呢 让python3去进行使用 然后呢 我去拿python3 来去执行里面的map demo里面的py3 这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进行执行的时候 首先来说 先看返回值 刚才我们在python2当中 看到的返回值 是什么样的返回值 是不是都是直接一个列表啊 但是你看python3 我在拿到这个map的返回值 我在打印的时候 是列表吗 不是吧 是不是一个对象啊 所以这时候 你在python3当中 就有区别了 我要想真正看到那个值的话 怎么办呢 我得把它转换成列表 而存在了 所以带你们去写一下 这是python2中 直接返回列表 然后呢 我们再来答一下 这里面是list 你只要直接把那个对象 放到list当中进行转换 相当于说 让它转换成列表就可以了 这个list这样的函数 使用过吗 现在不管用没用过 现在你要不用 就是python3中返回 返回对象 然后呢 需要通过list 然后拿到具体的数据值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给你做成这样的方式之后呢 咱们再来拿python3 运行一下 你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拿到值了 而且你会发现 这里面在听值判断的时候 还有过像刚才那样的方式 去判断异常吗 跟整形参加吗 没有了吧 就相当于它怎么操作呢 你既然少 既然少的话 我也让你进行运行下去 只过是多出来的东西 我也不让更新参加 它干脆就忽略掉了 只去处理前两款 所以现在这个区别 大家明白了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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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